持槍動作都是假的 有肌肉就是可以為所欲為 大家好我是惡劣的王傑森 那剛剛其實只是因為我最近換了鋁製的槍機 所以接下來還是要教大家正確的持槍知識 啊之後還是要練 因為 好 那在我們開始學習怎麼樣拿槍之前 我們要先站了 所以我們會從 好 那現在你先同寬 然後你如果是左撇子就是左腳 那右撇子的話就是右腳 像我是左撇子 所以我是左腳 後退步 然後兩隻腳 腳尖可以稍微朝向斜先方 然後接下來你的膝蓋要微彎 膝蓋微彎 然後膝蓋微彎的時候把你的 小腹跟你的胯這邊 稍微往後收一點點 讓你重心是平坦的 那在你的下半身已經一站穩之後呢 我們就要移到高上半身 那槍脫的部分呢 抵在你的肩脫上 肩脫是哪裡 肩脫就是你肩膀上來 跟胸肌的肩膀過來 中間這裡有一個凹槽處 所以在這凹槽處 把槍脫抵上來 把你的拐槍手 就保持手肘向下 然後握著握把 那前面這隻手 才是真正要用力 穩定槍 把槍壓進你的肩窩的控制手 你的頭呢 在貼塞的時候 不要把頭歪向一邊 而是在保持頭直立的狀態下 把下巴貼到你的槍托上 OK 好 那大家都知道 在拿槍的時候呢 為了要比較後座力 所以你的手要用力 但是呢 用力的程度很重要 如果你在過度用力的狀況下 你肌肉呢 會失去精細控制的能力 所以呢 為了保持我們的穩定還有精準性 在用力的時候 只需要能夠控制後座力 然後把那些髮子進來就好 好 那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海放新手教學系列 我是惡劣的網紅傑森 我們下禮拜 抱歉 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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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 萬一